对新加坡一个小国 在这么复杂的 不停在变化的世界里头的将来 要面对什么问题 他在这些选集的文章里头 言论里头 多多少少已经是提醒了 下一代的年轻人怎么样去 去再去深思考虑去 这一点又使我非常的感动 他换句话 这些文章不仅是代表他当时的想法 他每一步他都考虑到将来的影响如何 所以我不得不再想一想 我自己就代表老一代的 他看似算是中年人的一代 但他对下一代的青年的那一代 又有他的特殊的贡献 这还可能一般的人还没有注意到的 我希望你们大家在这个 看他言论集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到 他所讲的话 不仅是陷于一个时代的问题 还要考虑到下一代的问题 这一点我觉得是他特别 跟其他政治家不同的地方 要使我们大家特别尊敬的 讲到这一点 老中青的这种看法是过时的了 不应该那么讲的 不过我自己就是说 看了之后 除了我自己写了序言之后 有什么想法呢 我就想到这个老中青的想法 因为还有一个使得我特别 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理由之一呢 就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历史的 所以我最初见到杨贤人的时候 就发觉到他对这个历史特别感兴趣 不仅是中国历史 世界史 各方面的 大概也因为他有西方的教育 再有他天主教的背景 所以他对整个西方的这个 跟这个可以说是普世性的这种思想 思维都有相当的这个研究 相当的了解 所以我就非常地注意到 关注到他这个这种想法呢 是跟一般的这些政治领导是不同的 因为如此 他也常常提醒我 我们学历史的人 要如何地去把历史 用来解答当代当世的问题 当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历史是历史 当代面对的问题 当然是另外一套 不过总之 了解历史 对了解今天 跟最少考虑到明天的问题 是多多少少有帮助的 这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因为杨先生的鼓励呢 他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历史的重要性 他自己不停地用历史的例子 来解答他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能够使得他更加地了解 更加地能够做决定 做一些政策上的决定 政策上的这个策划 这些东西他都好像都考虑到 言论集里头表现得很清楚 这使我也想到这个历史的重要性呢 是实在是很重要的 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为我特别 尤其这次经过朋友的要求 我考虑新加坡历史 不仅是这五十年独立之后的历史 而且新加坡全部的历史 如何在世界史上去了解去 我不敢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不是新加坡史的专家 不过最少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 我有这么一点想法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的传统 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传统 这是我自己家里的这个儒家思想的传统 我是个人是从小就是接受的 而且我对这个儒家思想 对这个中国历史的贡献 这个是不必说 实在是非常了不起 这两千年来三千年来的历史 如果没有儒家思想那种中心的 奏性性的 这种这个稳定着 中国的历史 不会像今天这样子 但是同时呢我也了解 因为我那一代的人 华侨 无家可归的那种情况之下 所考虑到的 受影响最大的有两种 两种 一个是当时辛亥革命的 民族主义的概念 就是孙中山先生到新马来的时候 已经初步的介绍给新马的一班的人 但他到最后 到中国领导 当领导的时候 又重新的把新的概念 民族主义也好 科学发展也好 跟这个革命思想 这个现代化的这些需要 西方的冲击 如何跟中国传统思想 能够融合 能够结合起来 他已经深思过 考虑到相当久了 当然很可惜 他没能够长寿一点 能够给我们多方面的指导 不过他所留下来的这种概念 受到下一代年轻人 又有另外一种反响反应 就是武士运动的反应 这对我自己那一代的人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里头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 正面的我们大家知道 重视科学 重视民族 这两点是武士运动里头 最大的贡献 给中华民族 一种新的世界观 很大的贡献 反面的呢 就是他对传统的了解 就有许多负面的影响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我学生时代的时候 一般的人把这个 打倒孔家殿的口号 叫得非常地响亮 我当时也喊过的 我现在想起来 非常地熬悔 但是当时我年轻的时候 也很容易受影响 跟着喊口号是很简单的 所以也讲过的 但是回想起来 那是实在是非常幼稚 不懂得历史的理由 才会那样子喊口号的 所以回想起来呢 杨先生在后来下一代的人 能够那么地重视历史 最少给我来讲 是提醒我们 不能够不重视 我们那代就是因为 没有好好地注意到 历史的重要 传统的重要 而影响到我们当时 对于自己中国的传统 有那种反感 那种负面的这种口号 实在是不应该的 影响中国的革命 中国这几十年代的经验 非常地大 但是除了好的一部分是有 但是负面的部分 我想更加地严重 所以现在杨先生 同时在考虑到将来的问题 他也提醒我们 中国的传统不能够忽略 这个刚才朱市长也提到的 他这个如佛道 中国的传统思想 非常之尊敬 值得深入地去重新去整顿一下 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不简单 到底这些传统的价值观 如何的使得适合我们现在的需要 这是大家都不十分清楚的 老实说这一百年来 多多少少的知识分子 为了这些问题争论了不少多久 使得我们到现在 还有许多地方搞不清楚 比方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在不同的环境 会面对不同的问题 但连在中国的一般的年轻人 跟他们老一代的 都有不同的了解 而且还是正在面对同样的问题 如何使得革命的这些成就 跟传统的这些概念 能够融合起来结合起来 这还是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杨先生就看得很清楚 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 也不仅是新加坡的问题 也不是新中之间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全世界面对的问题 全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以为他们的历史已经成功了 或者已经达到一种终点 其实不对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文明背景 不同的社会 也在考虑到如何使自己的传统价值 跟现代的需要如何的能够配合起来 这个是共同 人类共同的一种将来的工作 我们新加坡年轻人也要面对的问题 这一点我再回头最后一句 假如这么一句 杨先生就是不停地在提醒我们 这些问题是不停地在演变着 我们也不停地要去研究去 怎么样去解决去 我们老一辈的学到什么 中年的一辈的又得到任何的什么经验 能够传达给年轻一代的人去考虑去 年轻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受 但他们要面对他们的问题的时候 到他们要解答的时候 是否要考虑到前一代老一代的经验 这是要他们自己决定 但是我觉得杨先生的这个 他的负责任的这些话 是要使得我们尊敬的 他就提醒我们 无论如何历史是喝不吃喝 是运不运 有帮助没有帮助 这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得不考虑到 如何的影响到我们将来的演变 这一点我就最后的一个感想 我就认为杨先生的这一个 这种这一类的政治家 又是一个思想家 工作方面能文能武 文武双全的这种人是很少见的 我趁这个机会 再一次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他也是我的老师 谢谢GM 谢谢大家